配戴這個科技假髮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時機 甚至可能你的親朋好友 或是你同學看到你會說 欸 我感覺你好像哪裡 不一樣 你說不上來 一旦你使用了科技假髮之後 千萬不要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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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YouTuber去做了一个小手术 所以现在脸还是有点肿肿的 那我就只好先戴着口罩 来跟各位解答问题 今天要来跟各位聊一聊是 什么情况之下是入手假法的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什么情况之下是入手假法的最佳时机 特别做了一个小道具来给各位讲解 第一个最佳入手时机是人生重要时刻 婚伤喜庆啊或者说你要结婚啊喝喜酒啊同学会啊等等的 这些重要时刻你必须去注重你的形象 面对人群或是你的亲朋好友 比如说你要去拍婚纱 你应该要提前三四个月的时候 你就要来准备这个科技假法 因为他要量身定制开板开模 那如果你知道同学会什么时间可能要召开 你也要趁早去做准备 因为坦白说男生只要你的法量一多 你就赢过无数人的青春外在 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为整型 第二个入手时机是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或是你要转职 形象非常重要 你要去找工作 你总不能看起来比你的总经理还要直升吧 how old are you 转职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是因为别人从头到尾都不认识你 你是一个全新的all new的你自己 你到一个新的职场新的工作领域上面 用一个新的形象去呈现 我觉得这是非常恰当的 所以我常讲73855定律就是讲形象的问题 社会新鲜的人你在找工作 你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占了55% 外在给人家感觉你够不够分量 像不像专业人士 那55%就是占了你形象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跟分数 真正你讲话谈吐的内容只占了7% 所以形象啊低印象啊非常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用到假法来修饰自己 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太老成 或是看起来太过于目纳呆板 第三个是廉价或是放长假 通常你可能放了一个礼拜 或是一两个礼拜 甚至学生是放两个月三个月的暑假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因为人都是健忘的 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话 他对你的形象就会重新再建构起来 那这个时候佩戴这个科技假法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时机 甚至可能你的亲朋好友 或是你的同学看到你会说 诶我感觉你好像哪里 不一样可是说不上来 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不过还是提醒各位 一旦你使用了科技假法之后 千万不要再把你的真面目 呈现给别人看了 你也可以删光你所有的脸书 IG上面的旧照片 目的就是重新建立形象 不要让人家把你旧的印象再提出来 重新review 第四个当然这也是专业 落法奇数 到底是一到二奇适合呢 还是三到四奇适合呢 再做一个小手板 来跟你连连看 如果你今天是一到二奇 我会建议你使用 曲折的法粉 这条路很曲折 直线的话不止你看 法粉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 而且蛮便利的东西 一开始也许你只是一点点的 落法情况 你不需要用到整顶或是局部的法片 那法粉其实就可以来帮你解决了 虽然它是一次性的 但是它也 就是使用也很简单 那很容易入手 然后就可以帮你的形象修饰起来 如果你今天是三到四奇呢 那么我真的建议你 局部法片 是很适合的 三到四奇你要再用法粉 其实已经有点很难去遮掩住了 那法片 你来使用 我觉得非常便利 穿戴自如 三秒穿戴 自由自在 那如果你建议到五到七奇呢 我真的会建议你 可能要用整顶的假发 因为局部法片它必须 衔接你自己的制法 如果你是第七奇的 弱法非常严重 你第七奇 你自己的制法量 已经非常少了 那我们强调是等笔还原 就算还原回去你的法量 还是稀疏 所以我建议你 五到七奇 其实你也可以用整顶夹发 但这没有绝对 你说一到两奇 我就想要用局部法片 也可以 但是通常是这样来匹配 我觉得是最佳 适合佩戴的时机 YouTuber 我想要请问 现在这些 对应策略可以混搭吗 混搭现在很流行混搭风 当然可以混搭 如果你是三到四奇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用局部法片 加一点点法粉 但是我通常是认为 好像也没有必要 因为你既然都已经用了局部法片 你干嘛还要用法粉 除非是你的局部法片 有些微的空洞 弱法 或是耗损 你这时候要用法粉 来修补它也可以 但通常呢 像我现在配到局部法片 我就没有再用法粉了 那当然我用整品夹发 我更不需要用法粉 也不需要用到局部法片 Youtuber我想要问一下 你觉得哪一点是最重要 好当然是B点 我把它排在最重要的 人生重要时刻 所谓人生重要时刻就是 这个时刻一旦过了 你可能就追不回来了 举个例子 结婚需要拍婚纱 像我当时落法 我就没有拍婚纱 我的婚纱是用画的 用插画就画的 对我来讲 或许就是个遗憾 对我太太来讲 也是一个不完美的地方 那即便你现在可以再去拍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重婚做旧梦 但是那毕竟永远都不是第一次结婚 那个moment 以上是Youtuber给你的小小建议 供你参考 这四大最佳入手假法的时机 我是Youtuber 如果你还有任何有关假法 身法 玉法有关什么头法的问题 都欢迎你来信跟我互动 我会尽快为各位服务 今天就到此了 You